美国媒体自由灯塔引述白宫资深官员的话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不会终止对台军售 会继续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 川普日前在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会谈后记者会并未触及台湾议题 不过自由灯塔引述白宫资深官员 在会后的电话简报当中指出 台湾确实在川习会当中曾经谈到 官员指出 中国方面在会谈当中间接提到反对美国对台军售 川普则是回应 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 美国会继续依循法律之下的义务 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 这名官员也表示 美中双方并未曾讨论签署第四公报 也没有谈到和中国解决台湾议题的大交易 川普也在会谈当中提出 美国对中国主张南海主权的关切 他特别提到航行自由 并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